你知道吗?原来钢铁侠还有这么多没有穿过的战甲 你最喜欢哪一套?马克7代 扑林首次实现了云城召唤战甲 并通过红外线扫描的方式快速穿戴 也是后续所有战甲的最基本配置 这套战甲装在了两套系统 战斗中可以瞬间切换截念模式 背部新增的喷射装置提升了空中作战的能力 飞行中也可以腾出双手来发射掌心炮 肩膀的子弹发射器升级为多发微型追踪辅件 腿部的微型炸弹可以对目标进行毁灭性的轰炸 强烈的激光武器也从一数增加到了三数 手臂的微型导弹可以轻易摧毁其塔瑞军舰 但这套战甲还不具备太空作战的能力 导致托宁因为缺氧陷入昏迷 这也成了托宁奉序研究突破的重点方向 马克8代道41代出场一钢铁侠三 这34套战甲是托宁经历纽约大战皇 因为患上战后有几障障碍 总是担心外星生物再次入侵 于是他没日没夜地研究战甲 这些战甲统一由贾维斯管理 由于出场戏份太少 这里就不一介绍了 我简单地将这些战甲分成三个类型 第一是作战类战甲 文马克8-14 以及17 24 41等等 这些战甲都在马克6的外观上进行了升级 并且配备了更具杀伤力的武器 比如马克17碎星程 他胸前的巨大反应堆 可以瞬间让对手心碎 马克39双子星 他的速度是所有战甲中最快 可以达到5倍音速 马克41骨格 这是一套可以自由拆卸的武装战甲 具有极强的速度和机动性 他也是马克42的原型机 第二类是营运类战甲 如马克15 16 18 27等等 这些战甲的外表涂层 可根据周围环境而变化明亮度 17获得完全伪装的功能 如马克15毁碎 正如奇名鬼鬼碎碎 他几乎可以隐形接近敌人 而无法被预警系统发现 马克27变色楼 多色的外观能够变成周围颈屋的样子 此时小无声息的偷袭 第三类是功能辅助战甲 如马克25 26 29 35 37 38等等 这些装甲的作用是为了一类可殊事件的发生 如马克25突袭者 手臂上有两个巨大钻筒 可产生强辣的破坏力 但他真正的用骨式重型戒射 马克35红鱼 他拥有两个可以自由伸缩的爪子 能够在危急时刻执行灾难救援 在钢3中被敌人掰掉了面罩 马克37锤头 这套战甲可以承受极端的水压 能够在海底深处正常运作 马克381格尔 这款战甲是为搬运重物而设计 它的体型是其他战甲的三倍 装甲的几株区域装有强大的启动装置 可以轻松举起上百吨的重物 它也是反浩克装甲的原型机 这就是钢铁军团34套战甲的大概介绍 虽然他们在钢3中帮托尼击败了反派 但最终托尼还是狠心将他们化作了漫天的烟花 只是为了薄小辣椒一笑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法 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 托尼身前穿戴的最后几套战甲